针对印尼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中的美中会谈 在11月13日大直播中 郭先生指出 在14日举行的习近平与拜登的会晤中 习近平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争取美国不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TPA 在今年6月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由参议员Bob 梅嫩德斯和林塞 格雷厄姆提出的2020年台湾政策法TPA 建议美国将台湾视为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国 并重新命名台湾的代表处 还包括专门针对中共的威慑措施 和反击中共的胁迫和影响运动的部分 其于拜登见面的核心目的就是阻止TPA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拜习之间大致会达成如下四个交易 第一 中共许诺美国在大陆和香港的资本可以安全离开 第二 重申美国在华在港的投资企业和资金的安全和利益 第三 明确告诉美国 在俄乌战争上中共不支持核武器 愿意协调谈判和平解决 第四 拿下台湾保护法案 中共给了美国想要的 而且不抛售美国国债 接下来习近平攻打台湾 美方别在第一时间介入 这次拜习会就会拿台湾讲述 台湾被交易的可能性很大 第四 拿下台湾